关系吗 在六年前的时候 发生一场战争 就是穆拉索之战的时候 南国吞并了穆兰国 准确地讲是 胡国为了去抢穆兰国里面 有传说中的一个草原龙脉 去攻打穆兰国 在他们两军都非常削弱的时候 南国乔将军带兵 最后一举灭了穆兰国 平定了北方 所以他叫郑北侯 与此同时也跟胡国从此交恶了 然后我们都是南国人 然后我首先是去了乔的房间 我在乔的房间里面 发现了被揉很烂的一张纸 上面写了一个太黑看天下 天下太黑之 战功赫赫的郑北侯 竟然通敌卖国 郑北侯前夜于最先楼 鬼祟密会胡国神秘人士 只见郑北侯神色慌张 胡国人手握绝密信函 当年郑北侯出卖国家 跟胡国串通了 然后呢 畏罪自问 枯说八道 枯说八道 此人还太黑 污蔑家破 是叛国求荣之人 所以你知道这个太黑是谁吗 不知道 他就是经常揭露一些 不为人知的真相 但是他说的是真相还是诽谤 诽谤 在你看来是诽谤 这个太黑一定是一个小人 散播谣言的小人 他这么愤怒肯定是有引擎 然后我还发现了一个头盔 在一个盒子里面 然后选了一个静待观礼 是什么意思啊 在我没成年之前 就已经失去了家父 此物是家父赠予我的 希望我在成年之后 能够继任他这个将军之位 家父死了之后 义父收养了我 但义父呢 把这个军权给拿走了 就希望我在这个成年之后 再归还 可是你现在多大呀 我现在二十啊 二十是吗 你二十已经成年了 但是你还是没有拿回军权 对吗 对 因为一些原因 因为有些原因 我在你的就是房间 还搜到了两瓶叫白玉断絮膏 它的作用是连续涂抹 可改善骨刺痛 手脚麻痹 长期使用有可能使断骨全远 这要给谁了呀 我曾经是进军统领 夜房的时候 发现了刺客 然后就跟他们搏杀了起来 结果我身中七箭 倒于当场 当我醒来之时 我就发现了我的右手 就已经手无缚继之力了 那七箭全射 就右手上了 我把这棒棒死的力打得着手 一直打右手 所以军权就一直没有归还 然后在我后来疗伤之时呢 就有人赠予了我这两瓶 白玉断絮膏 谁赠的 不知道 这两瓶断絮膏呢 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的 好的 那我知道可能是谁送的了 因为我确实在你的房间里面 发现了一根簪子 一根断的木簪 然后一边写着桥 一边写着大 对 你们俩什么关系 你哼什么 大跟桥嘛 当年我不是在这个真家吗 那这个大侍卫 也是真家的侍卫嘛 也是我这义父呢 让他在我身边保护我的 这么一个大内侍卫 我们俩就 关系特别好 他用他的这个巧嘴 逗我乐 逗我开心 然后我们在一起就是 饮酒 不作乐 然后天天习武 我就考上了这个武装员 这是他送我的武装员的礼物 那为什么断了呢 后面当然有事啊 我跟你说他后来这个人就变了 是你变了 不是 跟我 是你变了 他们俩反目了 是 大 等一下 我在他的房间里面找到了一张 你去观察他 每天都干了什么的一个表格 乔氏子 三二七年九月一日记录 晨时你起床看书 午时你午餐你干嘛干嘛 一天的所有行程都记得 这些东西 这你报备他的日程 你在哪儿发现的 在他房间 也就是说他知道你在监视他 我说你做过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 因为我每天是 受持正代相之妖 我每天要记录他的 这就是监视 我挣着这个钱就是这个事 我要保护他安静 所以你把这个有交给宰相吗 对 我要交给他 你跟他的情感都只是工作关系 宰相让你保护他你就保护他 让你跟他朝夕相处你就朝夕相处 让你监视他你就监绕 让你报告就报告 我好像错了对不对 最开始他是个工作 然后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友情 但是我的职责确实是干这件事的 并没有说要坚持你的意思 就是希望你时刻是安全的 好吗 照片里面是不是还有个虎牌 对 确实有个虎服 那个虎服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意思 在他的房间发现的 当年就是我遇刺客的时候 我发现那些刺客身上也有相同类似的 这样的一些虎牌 然后他又在监视我 所以我从这件事情之后 一路之下你把你们俩的站子给掰断了 对 冤枉 你真的你辜负了我的一往情深 待会我说完之后 你真的你能站在京东电器那四个那儿 抽四个大步